中國已經代表了一國兩系統和一國一系統 因此我指導我的政府開始 解決政策批准香港不同的治療 全國人大常委通過《港版國安法》草案之後一天 美國總統特朗普批評 中國單方面的做法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責任和《基本法》的規定 因此決定啟動撤銷給予香港特殊待遇的程序 特朗普形容會影響所有美國和香港之間的協議 包括獨立關稅區和旅遊區、引渡安排、科技出口 也會檢視對香港的旅遊建議 反映國民到香港的話被中國監控和懲署的危險增加 特朗普又說會制裁直接或間接削弱香港自治和自由的中港官員 中共最多的新撤運動 並且其他新的經濟發展 這間建議會被抗議 香港自治法的自由 自由和欠缺 致令香港的自由 香港已經沒有足夠自由 自由 要求保護 特朗普遇的法案 我們從航有的禁止 從航還 這是一件事件的事情 发生於香港人 香港人的民眾 中國人 中國人的民眾 中國人的民眾 中國人據說 本保護 不過大約10分鐘的發言當中 特朗普並沒有提到制裁時間表同細節 英國傳媒引述消息說 美國會被中國一年時間等中方讓步 也避免今年11月大選前有重大決裂 港府在星期六晚回應 批評特朗普說香港現在是一國一制 是完全錯誤、無視事實 對香港實施制裁或貿易限制並不合理 只會令建立多年互惠互利的港美關係崩壞 傷害香港本地和美國企業及他們的僱員 批評特朗普政府持續污名化和妖魔化中國 正當行使權利和義務 表示深切遺憾 本港學者莊泰亮認為 港美貿易當中 美國才是出口較多、較賺錢的一方 一旦實施制裁 會影響1,300間在港的美資公司 變成雙書局面 相信特朗普不會太快動用這個最後籌碼 至於轉口方面 莊泰亮認為其他地區仍維持關稅優待 香港優勢仍然存在 相信整體影響不大 東網記者隨其輝步道